我们如果遇到恐怖的境界 不要忘记念阿弥陀佛 就能够离开恐怖 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 真人真私 我在美国就进行 遇到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 我很早就认识他 他在念高中的时候 十几岁 高中三年级 参加我们台中 磁光大传讲座 他的母亲 虔诚的佛教徒 是李老师的学生 所以有这个方便 大专佛学讲座 是收大专修论 他是高中 还没毕业 他也来参加了 那我们就认识了 以后在美国读书 拿到波斯学位 在美国工作 我到美国的时候 每天来听我讲究 告诉我 他在美国公司 是一个小的主管 一个单位的主管 他管十几个人 在公司附近 租了栋房子 这个房子是个鬼屋 晚上十二点 准时 鬼就出现 这个鬼跟他有缘处 是来问他逃命的 很凶很窝 样子非常难看 身上气味 奇臭难闻 他出现之前 几分钟 那个味道就出现了 味道出现 没多久 鬼就出现 要他命 他这个时候 就一句阿弥陀佛 拼命地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鬼就站在里 不敢动 他不念 就坐下来 一步一步坐下来 逼着他 念到天亮 鬼走了 天天都是这样 他得有胆子 是个女孩子 胆子真大 我说你为什么不念外租个房子 活不要做 他说我不要做 他天天独处我念佛 逼着我念佛 我非念不行 他是我的真善于 是我的善知识 不简单 不简单 以后我听说他出嫁了 在台湾出嫁了 所以 念佛这个方法 遇到 这种恐怖现象的时候 这一句佛号 非常快用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佛菩萨 确确实实 会加持你 会帮助你 笑宽 忠夢寒 谢谢大家